附有巧手花神盛名的黏土艺术家宋冠仪 透过不断的专研 也希望能够扭转大众对黏土的既定印象 一方黏土成就一世界 附盛名有巧手花神之称的黏土创作者宋冠仪老师 因为小时候对念面人的向往 默默地在长大之后 前往自己的梦想 成为一位艺术家 我小时候对艺术就蛮有兴趣的 我从小就一个志愿说 我长大一定要当个艺术家 偶然间在庙口 小时候的时候都在庙口 都有人在做念面人 画糖人什么的 我就想说 那个念面人也还蛮有趣的 所以当我长大之后 我有一个机缘让我去学黏土 我学了纸黏土之后 我发现说原来它也可以做人形 做什么做花草类的 尤其是对花类我更爱 至少也可以圆一个小时候的梦 就是当个艺术家 我很喜欢花草类的 那花草的时候求真实感 所以我必须去买真实的花 或者是这里买不到 我就要到产地去 看那个什么花长得怎么样 然后回去研究 我才有办法做出活灵活现的花 黏土艺术是一门结合科学与人文的艺术 在念朔的过程当中 人、事、物、花草 是它最喜爱的硕形对象 多年以来 它不断地专研如何运用 既不会变形又无毒的黏土、素材进行创作 扭转人们对黏土的既定印象 十方新闻 郭文旭建议 高雄参与报道